下面给大家看图腾 老妈妈 救苦救那观音菩萨 罗金红台长 现在我想问我的女儿 问什么 问我的女儿 你告诉我几几年属什么的 1985年属牛 1985年属牛的是吧 脑子出毛病了 有忧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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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智力症 听得懂吗 对不对啊 可能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还有我想问她 我告诉你 她不愿意跟人家接触的 喜欢自己在家里 对对对 我告诉你 老妈妈 你跟她上辈子两个人感情好得不得了 我就刚刚这么一看 你上辈子跟她是夫妻 你是男的 她是女的 所以她什么事情都听你的 听得懂了吗 懂 对不对啊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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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记住了老妈妈 你要好好地帮助她 要念经了 要念经 她现在身上 现在身上有灵性 有灵性 所以你们家 晚上会经常有声音响 听得懂吗 房顶上 对对对 有时有会有 你女儿比你聪明了 我看 听得懂了吗 你这个女儿 我告诉你 感情运也不好的 对呀对呀 她分音不好 对呀对呀 不会不对的 你放心好了 你还想问什么 告诉我吧 我想问她的事业 有主宰的 她每次的事业不顺 什么 她的事业啊 事业 她过去 刚刚毕业的时候 有一段时候 跟人家合作 一段事业还不错 现在不行 听得懂吗 现在啊 事业往下走啊 整个事业往下走 现在她是做文员的 她做什么 她是做 文员 做警察 做CID 什么 CID 她做什么 警察 做警察 要命了 你们大家忘记 跟她敬礼了吗 警察我看看啊 属什么 警察要看得仔细一点 属牛 稍微有点小问题 她的心里啊 她的心里压力非常大 她老觉得有一个人 看住她 管住她 你听得懂吗 老妈妈 她是她上司 什么 就是她的 比较上一级的 上司 她的上司 现在跟她不是太好 过去有一段时间 挺喜欢她的 都看得见 而且我都看见她上司 什么样了 脸胖胖的 圆圆的 圆脸 对不对啊 明白了吗 你现在记住了 你现在跟这个上司 要不卑不亢 听得懂吗 不卑不亢 就是说 不要去特别对她好 也不要对她不好 你只要在那里工作 你就放低调一点 放低调 然后跟她念 解节奏 她虽然现在 对你不是太好 但是她心里 还挂着你的 因为你过去 跟她感情不错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这个人呢 自己呢 也要注意 不要一往情深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有时候 也不要听你妈妈的 因为你妈妈呢 话太多 你回去讲一点 她就不停地讲啊 讲啊讲啊 哎哟 人家看上雷啊 对雷豪啊 老妈妈 老妈妈 你少出点子了 你三十年代的点子 用在二十一世纪 那是不行的 明白明白 听得懂吗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 都是很厉害的 玩手机的 你什么 你过去是养老母鸡的 老妈妈要好好地 放下自己 不要老管着她 你管着她 她心里压力大 她现在有忧郁症啊 听得懂吗 你不信了 台长都刚刚看见过 她有医生给她辅导过的 心里啊 有医生给她看过的 有医生给她看过啊 看过不啦 现在我想问她的健康 她的健康啊 我刚刚说第一个说她脑子不好 第二个胃不好 还有这个小姑娘 这个你啊 颈椎脖子这里很不好 听得懂吗 哦 妇科也不好 对对对 对对对 我会看不出来啦 而且她还留过一个孩子 对不对啦 对 我告诉你清清楚楚 什么都看得见的 你呢 好好帮她念 小房子来超度她 明白吗 明白 她自己本身也可以念吗 什么 她自己本身也要念啊 要念 要念 念小房子那些啊 对 要多好骗 她有时间念不啦 你帮她念老妈妈 哦 好 太长 感恩 感恩 太长 嗯 谢谢 好